大家好,我是Lydia 今天是講第六講普理茶的知識 如何品鑑普理茶 我們的行業裏面 這個是必修科 有些人就這樣講 製茶、品茶、平茶、方枝茶味 這個就是普理茶評審的九字增演 如何去挑選一個普理茶和原料呢? 這個就涉及普理茶的成品和原料的品鑑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普理茶通用的品鑑 是借用六大茶山類的綠茶的審評方法 即是五甄子審評法和八甄子審評法 大部分都是用五甄子評法為主的 所謂五甄子審評法 就是看一下 普理茶的滋容、內質和審評 其中支容審評 其中支容審評 或稱為乾評 就是看對普理茶成品原料的外觀 和外形審評 和看調索 接著內質就是審評 或者是濕評 就是對普理茶成品和原料的內質審評 包括茶多芬、咖啡鹼、氨基酸等 包含物質滲出來的審評 就是一個茶品開湯的滋潤、香氣、湯色的呈現 簡單來說 普理茶的成品茶和原料開湯後 滲出來的蜜有多少 就決定這款茶品質的特徵和口感、風味 例如一款開湯後呈現的苦澀、苦味、澀味、湯味等味覺感受 便由這款茶製品本身的內含品質 茶氨分、咖啡氨、咖啡鹼、氨基酸、滲出物所決定 這樣普理茶的茶多芬、咖啡鹼、氨基酸等物質 究竟是決定了苦味還是甜味呢? 此外呢 茶底的評審呢 都是鑑別普理茶品質優劣的一個次要因子 從行業的發展來說 普理茶這一類呢 在現在還沒有一個很標準的審評方法 這是很尷尬的 在這個普理茶界裏面 雖然有說什麼363評審法 14茶評法 茶法之類這麼複雜的審評法 但是這些審評法過於複雜 都不及這個綠茶這麼簡單又直接的審評方法 道家講 大度自選 那麼 普理茶審評而言 都應該自選 畢竟普理茶是用來飲的 以飲為主 面向的廣大消費群 所謂的審評 是能以最簡單和最接的方法 簡單便直接分辨出 茶品質的優劣就是最佳 值得推薦的普理茶審評法 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什麼為之好茶 就是你喜歡喝的茶 就是好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OK 喜歡的話 請大家 點讚 分享 和按個零丁 全部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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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